打热先呗 说起章鱼这种生物啊 在动漫里的形象往是 颜色鲜艳 Q弹可口 不是 Q弹可爱 但现实中的章鱼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年年滑滑 软软塌塌的 实在不怎么讨喜 当然这也分品一种 有一种章鱼呢 还是非常可爱 非常残忍的 但我最近发现日本有一种做法 会把章鱼做成动画片里的样子 看上去非常有趣 我们今天就来尝试一下 这个应该是肝脏吧 这么大一坨 其实看上去就像是肝脏 那也是一个肝脏 这些肝脏 是肝脏 小胸 也是肝脏 很像是肝脏 有肝脏 这个人就是自助亡 要准备 油 Harley 舀 要煮 吃 把 羊羊肉 要煮 把 有果肉 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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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抹茶 牛肉 沸騰 放入冰箱 蟹蟹 豬肉 鱼 鱼 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餐前开胃小菜 搭配芥末酱油直接吃就可以了 酸酸甜甜 QQ弹弹 这个章鱼须它其实酸的有点过 比如醋味已经完全浸透了 但是这个切片就不一样 里面的部分醋味还没进去 章鱼的鲜味非常足 它味道说实话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总体来说还是一道非常不错的开胃小菜 不过说起开胃小菜 我最喜欢的还是芥末章鱼 但是突然章鱼的做法确实比较有趣 只是一定要希求我的教训 不要买这么大的章鱼 感觉三斤左右的章鱼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要做芥末章鱼的话 就要选更小的了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帮我点一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